都沒有垃圾了 好 那我要出去玩囉 又沒中 摔了啦 不管他了啦 吼 小恐龍還沒掃完地 又跑出去玩了 欸 附身鼓掌怎麼了 你為什麼沒掃完地 就跑出去玩了 有啊 我有掃完地啊 如果你是小恐龍 你現在的心情是生氣 他明明就已經打殺好了 但附身鼓掌還是一直怪他 因為不被理解 或者叫做被誤解了 所以我告訴孩子 這種感覺叫做委屈 弟弟不小心把水杯打破了 媽媽卻以為是我打破的 你可以喊媽媽 如何表達委屈和請求呢 你這樣罵我 我覺得很委屈 直接跟媽媽說不是我打破的 重大委屈 勇敢說出來 就知道了 我會有一個稀罪